第40题下列何者不是粒子经由扩散作用造成的结果 A一家烤肉万家香 这个是上课常常举的粒子 我们的香味或臭味扩散开来 所以一家烤肉万家香 B同学上课时剥开橘子 大家很快就察觉了 这也是因为橘子的味道扩散出来 所以大家就察觉了 这也是扩散 C在水中滴红墨水 过一段时间整杯水都成红色 这也是上课常常举的例子 我们的红墨水在水中扩散开来 所以使得整杯水都变成红色 猪身体靠在洗水台上碰到台面上的积水 结果衣服就湿了一大片 这个当然就不是扩散 这个纯粹是因为碰到或粘到 可能还会有毛细现象的关系 所以衣服就湿了一大片 所以第40题问我们说 下列合者不是粒子经由扩散作用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身体靠在洗手台碰到台面上的积水 结果衣服湿了一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